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欢迎回到星期四 堅仔跟进马的节目时间 继续和大家去前瞻 回顾和追踪一些跟进马 好了 星期日 就跑11场的赛事 记住头场开包时间 提早了12点半 简单说几只出赛的跟进马 去到第四场 四班千仪 上一次声势小优 復出于快步操 回到外面被好运宝马和 勝利才子盖过他 所以在那一场 稍稍失了形势的声势 就跟进了 亦都赚了体力差 今次有机会保重 不过一报名的时间 就见到一只醒旺材 有机会困一困 因为醒旺材也是出自 强组 勇场虽然再出输 但是千射来的 在那组5-4-1 黄龙福将户力长胜 齐齐有福 排着队已经赢了马 而这一只醒旺材 今次遇到的对手 不太强了吧 之前加运材齐齐有福 12马 所以这一对马 我相信也有机会包Q 甚至乎欠Win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 接着去到第五场赛事 跟进的就是九晚少妖区 上次转到谷草 走得不错 沿途都走着2-3碟 和步速也是偏快 回到来 他都持续有追 如果想看回上一次选择 选择逍遥区 都可以看回右上角 这个时间 都会带回上一次 4月14日的跟进马片 今次回到田草 其实更有把握 因为那个 醒醒 他一早都已经跑过田草 继续跑1600米 相信罗富泉 对他的气量都已经有所认定 档位是比较差 而且今次也有超速 连年下午 甚至乎 机下战士 都是贵来的强组 但是 这一只的逍遥区 如果在四川范围里 我觉得都应该要兼顾 去到第六场的时间 接着这场就四班1400米 一队的跟进马 新威王 才说新威王 梁家俊 跑这个圣灵之区 新威王也是史彤峰 试过集的 亦都没有选择 去了吃他搞笑 但是 看看 同主马的新威力 都在CN的夸校 跑过第三 马防 骑列合续 8次 今季 恰如其分 但是上一次 计赛职上了1600 你都可以当抹了他 因为那场的赛事 5-6-1 暴速也是偏快的 三威王 也是虚了暴速 另外一匹 十一马 很有利 想要跑泥地 弯位虚了 momentum 的情况下 他都随随 嘴上来 我觉得他的状态 都回来多少 以及这只马 排内档 即是排得好时间 我们看看三架 筛选功能 排一些较内档的情况下 可能会帮得到他 以及这只马 需要比较硬工一点 看看班德黎 有没有机会 帮这只马 省起他的口径 刹入一只懒 相信他的赛率上 会有分头 所以 后拿门 可以选他 好了 来到第二节的时间 当然要回顾一下 之前追踪着的马匹 表现如何 我们回到 健仔香港赛马APP 介面里面 到第二场 电信超班 上一次节目就是说 看下第二场 好像不算多快马 结果电信超班 在阿田太安的跨下 早夺不是太过落后 迫到在前面 其实都比之前进步了 但是 输给一只田草过来 都是有些级数的 齐齐有福 他最后也越破越厉害 现在这个分 55分 我觉得还有水位 我想今次都会加1-2分 继续在四班 如果不是太过被动 有机会在季尾之前 只是在下跨下 因为加中就是4-2分 菇草 一个人都好 接着到第五场 三匹跟进马 赵方说 上次赛 立即跟进他 因为走着3叠 虽然赚报足 但是 证明这匹三岁的气量 已经养成 这次在下雨的情况之下 还有 换足你从头位顶上 51m13 后走到第3段 都是比Biencay的快 所以對於這批超方話 不排除他下雨的性能 即是跑這個變化地會好 兼氣量逐漸養成 真是大把世界了 這麼快已經升了谷草 所以可以繼續跟進 而優惠的幸福友善 其實斷速都適合他跑 雖然直路走最內蘭的路段可能比較差 但是回來見潘頓都騎了給你看 迫不近珍珠鳳凰少少有些失望 看看下次潘頓還跑不跑 但是你說是否可以再攀很高 即是十多二十分上去 我覺得未必 因為這一場落到四班 都見多了這一匹馬的走勢 或者底運 好了 去到第七場的時間 要正本歡心 上次推介了這一匹馬 不過臨場沒有壓地 下雨的情況下沒有壓地 相對直路走最內蘭的路段 也可能比較差 加上如果真是利前置 這一類放彈馬應該這些飛數 可以有少少回落 但是他越馬越懶 都心之不妙 這一匹馬 今場你都可以繼續抹著他 如果他昨天跑第二場 那場四班千二 蒲俠超德都回來 放到有聲有色跑第三 如果他遇到一些弱組 我相信都會有機會還中 始終這隻正本系的馬 去到熔天盤馬防未交代 所以這隻馬都還可以跟進 好了 來到節目最後一節的時間 當然是最重要的 解恩就要看4月28號 谷草斯加三跑道 究竟有什麼馬需要值得跟進 好了 我們回到 堅仔香港賽馬APP的界面 去到第三場 四班2200的賽事 選了11號馬 全民飛彈做跟進 先看這一匹馬 現在就41分 但是呢 再看看他的三格 我們用三格篩選功能 上季尾的時間 一個第一一個第二 所對的對手 若鳴高高 追風企速 飛雲追 絕對都不太差的馬匹 亦都可能是一匹 較為晚宴的季尾馬 評分 當時是42-43分 現在都接近當時的水位 而這匹馬 上一次 就在波鍵士被延順的賽事 五九七 下雨的情況下 跟著幸運精選 萬放 為何幸運飛彈回來 沒有了 那是不是真的 很夠長呢 我覺得不是 因為看回 昨晚跑第三場的時間 地都依然很乾快 甚至乎 再看回上季尾 跑兩場的 投兒馬的時間 地都是偏快的 所以這隻幸運飛彈 似乎前一波 下雨跑 是不對 都可以當完全抹掉 昨晚的時間 他在直路彎中的時間 現在大約第五位 藍三走二跌的 就是幸運飛彈 前面這場馬 就破班制紀錄 快成兩秒多 幸運飛彈 一路逼著他 一路逼著他 但是回來沒有散 左左又有旁邊的精彩飛動 外面的龍戰士 聚醒神 其實他們已經有了長途根據 現在進到直路 在外檔鎖過來 中間 藍藍色衣服 藍白袖 雖然有點內閃 但是他修正後 轉腳後 他沒有減退 解落瑩瑩 牛禎輝王 省了內蘭上來 才贏過幾萬位 所以 這一隻 後運飛彈 我覺得他 狀態 以及 評分 都已經有水位 甚至乎 氣量都已經進一步養成 因為再看回大前一仗 二千米那場都放得有聲有色 好了 要落筆記了 幸運飛彈鎖有個爛鐘位 按開之後 41分已經去到降班邊緣 又或者已經去到有理的水平 以及今次 動一動定面窟 是否為五班鋪路 還是給他一些新鮮感 因為他贏晚時是有面窟的 甚至有一樣進步的地方 不需要面窟 直路的走勢 都算是挺流暢的 騎士方面 似乎又有少許耐閃 黃河南 究竟是否有賀賢的心腹 之而此類 可能就是 這場就當事金石 看看這匹馬 為什麼上一次跑得這麼差 我相信就是歸咎於這個場地 所以 出賽提升開 儲存 下次出賽的時間 匹馬名轉了 紅色你就知道 你是跟進馬 好了 另一匹跟進馬 剛巧都這麼巧 都是賀賢馬房 就是第七場 七路馬的好拍檔 先看看這匹馬的走勢 在哪裏呢 白臂梁 紅紅色衣服 黑白格仔帽 這隻就是好拍檔 這場馬 已經是落著龐陀大雨 場地也有所影響 看看這匹好拍檔 雖然進入直路的時間 走著中間的路段應該會較好 但其實這隻馬 都不止一次在陣上追得好 加上這場下雨的情況之下 都在追證明這匹馬的進度 一場比一場好 最後的時間 若非要收一收慢 再莫空衝刺 否則有機會衝個第二 都不一定 即是PACE應該一定有 所以這隻好拍檔 我覺得已經去到季味的時候 會掌握到多少的日日代勞 即是體力上有優勢 再看看這匹馬 其實前一場 是輸給佳運財 聖王財 以及齊齊有福 齊齊有福 就已經贏了 聖王財、佳運財 接下來星期日 也有機會再保重 即是再贏馬 所以這隻好拍檔 經過兩場 菊草和田草 都適合追 我相信都升火待發 看看下一次 會不會換蝕恩 因為最近一場 以及最近兩課試集 都是蝕恩跑 這次巴道是否正在做一個 叫做代價泊車之旅 所以就留有以待 再做一個跟進 在LINE中位 這場巴道 我覺得它的走位上 有少少絕裂 另外在採職上 已經有證明 不量田草、菊草都肯追 加上在晴天、雨天的情況下 在狀態位評分上 都有水位 記得開出賽提醒 下次就知道 你跟進過它 好了 跟進碼 我都跟大家分享完之後 節目真的要來到尾聲 喜歡這條短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手指按個like 還未訂閱我們 堅仔賽馬APP的youtube頻道 右下角還有一個紅色訂閱鍵 按了之後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打開之後 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告訴你 好了 如果未知道我們堅仔的內容 還有大首星跌 臨場樂飛回飛的提示功能 立即要留意最後的廣告片段 還有 如果想知道 平板優惠加堅仔年費 有什麼好處呢 都要看看 最後的時間 都吃了一顆螺絲 吞完之後 要跟大家說聲再見 我們下一次堅仔跟進碼 就會在星期四的時間 再跟大家一起找跟進碼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正所謂大戶不落飛 就肯定跑包飛 大戶一落飛 就最少都跑過飛 所以看賠率的升跌 真的很重要 但怎樣才叫做落飛 臨場跟六架啡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是用我們全港第一的堅仔陪勒生功能 大手星跌 看完早飛 隔夜飛 過關飛 雜前的大戶飛數 拍著大戶齊齊搵食 跟他們贏大錢 你只要肯賽前花十分百分鐘 看看堅仔的大手星跌 你就馬上知道哪隻馬 從頭到尾都被人落飛 這樣就可以搭大戶順風車 順風順水贏大錢 落飛馬有多準 不用我說 你們一定知道 但你平時在雜前有這麼多隻落飛馬 哪隻才是真的 你就一定不知道 現在你只要用大手星跌 看完由開飛 去到開跑期間 所有的大戶飛 哪隻雜前落飛馬 真正搏殺 告訴你即時知道 但預期自己 他續航餐死 跟手見到隻馬又沒有飛 最後又不去馬 倒不如跟大戶的真金白銀飛 買回一隻搏殺馬 告訴你贏面都高幾倍 這些功能 放假都收你幾百元一日 還沒有我們堅仔那麼快 我們現在只要跟堅仔月費 每月一百六十八元 全部給你們看 平均每個賽日才二十元 二十元 你看看這位用戶 他就是用了我們大手星跌功能 隨便隨便跟了一場大戶飛 幾個月月費 馬上就賺回了 二十元日 你就當是買來看 自己刨了那隻臨場有沒有落飛 沒有的 你就不要買 幫你省省省省也不止 對嗎 要好好利用這個大手星跌功能 好的工具當然不少 所以這個這麼便宜的月費 現在你只要簽約變年費 我們就即時送你一部 十吋高清平板給你拿走 即是全年任用堅仔 加上平板 每月才收你一百六十八元 真是抵得爛的 平板當然是用來看堅仔 手機就開著馬會APP 一見到落飛 即時就可以投注 這樣才夠快可以雜錢 捉得中大戶冷飛 未來一年 你想繼續自己刨餐死 送錢給馬會洗 還是乘搭大戶的順風車 齊齊贏錢 你不會不懂得選吧 是不是很想即刻就訂閱我們堅仔 快點打來5536-1016 和同事聯絡 Whatsapp 也可以